谁最希望BLACKPINK行赛 和YG续约对于四闺女来说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 今天STAR NEWS报道 BLACKPINK全员都在下定决心续约 除非有非常特殊的原因 他们打算继续与YG的关系 鉴于BLACKPINK现在的全球影响力 他们续约与否一直是粉丝和KPOP甚为关注的问题 对于BLACKPINK团粉来说 几乎都一致认定续约就是对他们最好的选择 虽然很多人特别是维粉一直吐槽YG对四闺女多么不好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无论是收入分成还是资源投入 YG确实对四人的支持力度其实是非常大的 就拿四人的SOLO来说 能够所有团员都SOLO出道的KPOP男女团 真的是少之又少 当然四人SOLO的质量以及对四人资源的分配 我完全能理解维粉的争吵和不满 但是如果解散各自另寻东家 各位希望他们解散的 能说出四人分别去哪个新东家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吗 相信很多人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吧 这样说吧 KPOP那些对价公司 只会巴布的四人赶紧解散 好瓜分他们的资源把自家的艺人推上去而已 虽然我也吐槽Teddy有点江郎才进的意思 但毕竟YG的团队 至少能够保证音乐的质量下限 而以Blackpink的影响力 只要有新专辑 粉丝的购买力绝对能得到保证 四闺女趁这个机会争取更大的自由度 欠一个三年左右的新和约 退役前再创一个巅峰 完全值得期待好吗